昨天立法院又再次非常火爆了 我们看到是财政委员会 这边昨天排审财化法的修法 赵伟是国民党的陈玉珍 现场可以看到不断有口角冲突 陈玉珍还说 请尊重主席的主持风格 他就是要按照程序进行 本来讲好发言时间是三分钟 后来缩短变成只有一分钟了 甚至还下令把麦克风给收回来 对此民进党的立委非常不满 我们来看到郭国文就说了 为什么抢他的麦克风 还说茶杯椅子要不要也顺便收走 现场是不断有口水战 不过对此国民两党都有不一样看法 我们看一下民进党这边就认为 收法目前尚未有公式 而且认为整场会议准备是不足够的 只想要从中央搬钱到地方去 甚至直言是独厚台北市吗 另一方面来看到是国民党这边 他们就说了认为是中央集权又集钱 以拖待遍不想收法吗 甚至现场非常混乱 还有立委狂按尖叫机 来帮自己的这个声浪助阵 我们带你们来看 法案还没审查 朝延立委先展开激烈攻防 战场从发言时间到议事程序 统统可以吵 明明还有人发言但却已经降临 因为招委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限制艺人只能发言一分钟 但民进党立委更不满的是陈玉珍的发言 而国民党提的财化法修法其中保障台北市固定拿到百分之三额度 更引起民进党立委不满 通批根本是精神条款 但在野党以下修财化法以下党总预算 似乎连自己家人都看不下去了 趁着同台行政院长卓榮泰 国民党籍的新竹县长杨文科 直接向同党的新竹县立委喊话 毕竟康瑞台风刚过 新竹急需要钱进行相关修缮 杨县长他喊话说希望我们尽快配合 我相信他的前提也是合理合法 卡关的原因应该是行政院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视的 到底对我们在党的三个诉求 他的一个凝确的违影出来之后 我想我们就会让这个总预算是不是要负 蓝白在立法院修财化法党总预算 这场沾火已经从中央烧到地方 记者中文报道